然後他就半夜就打來說 喂 我想起來那個怎麼... 那一題怎麼樣 對 我就說 好 他說那我現在教你 我說好 他說那你現在把它記起來 我說好 他說那你現在去拿筆 我說好 我已經拿了 然後他就開始 X加Y加Z等於什麼什麼 然後就講給你講講 講完以後就說 好... 他說好 你現在唸一遍 我剛剛講的給你聽 傻眼 因為我都... 而且我... 而且我有... 他跟我講去拿筆的時候 我還知道說要Pose10秒 那個拿筆的時間 你還叫... 好 我拿了 然後寫 好... 好 我就是這一種 就是因為太懶了 妳後來被抓到怎麼辦 嚇醒了 我真的想... 他叫我唸一遍的時候 我立刻... 什麼 然後他就說你唸一遍給我聽 就...就停住了 就被...真的是被揣 太聰明 男生會害怕 為什麼 第五項 戴不起來了 男生... 男生說謊容易被抓到 當女人太聰明的時候 你以前是被抓到什麼 其實我這種狀況還比較小一點 就是譬如說我們收工了 收工了 但是呢 沒跟老婆抱貝我收工了 就先到別的地方去混一下 去玩一下 對啊 但是最後還是被老婆抓到 抓到他怎樣 然後呢 抓到就是當然是有點不高興 但是他反應不會那麼激烈 對啊 他就說你趕快回來啦 就這樣子 只有一次嗎 對 但是自己就會覺得 說謊被抓到那種 被揭穿的感覺你知道 那我為什麼要說謊 你去了哪裡 為什麼不能跟老婆說 去你家 去哪裡 不好意思... 對不對 因為我們常常想聚在一起 就來聊天嘛 對啊 我說我在化妝間啊 我收工了啊 那怎麼會有電視的聲音 在他家看電視 什麼人都被抓到我 太多了 太多 我比較容易發生的 比較常發生狀況就是 譬如說我拍戲嘛 然後我的女朋友說 你戲裡女主角 某某某 比較很接近 你知道嗎 開工可以啦 收工就 好不好 乖一點 我說好 沒問題 結果咧 你知道我們開工 然後收工都會 整個劇組去吃東西啊 或唱歌 然後女主角你去 我總共是說你不要去 我跟他們去 人家有人家權利嘛 那女朋友就打了說 你在哪裡啊 我說我在唱歌 那你那個女主角有沒有去 她沒有來 她沒有來 只有我們劇組 都是男的 結果過了兩分鐘 她敲門 回開 她說好恐怖 她也不講 然後坐下來 我就講完了 完了... 我太累了 我明天要開工 我先回去 一離開那個唱歌的地方 抓狂 為什麼 女孩子都這樣對不對 都會問 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騙我 我說不是 因為... 因為我跟她明明沒什麼 你又認為我跟她有什麼 我只好跟她...跟你說 她沒有來嘛 就是這麼簡單 可是女孩子通常不承認 她就是不要讓你跟她這樣 站在一起都不行 可是你這樣 反而她會覺得 你跟她應該有什麼 你才要說謊 可是你明講她要更氣啊 她會說 我明明跟你說過不要 除了拍戲以外 不要在同一個場合出現 你為什麼要去 一起去吃飯唱歌 女孩子就是這樣矛盾 對啊 因為可能你不會 你知道嗎 男的跟你講實話 你就不會生氣 但是並不代表所有的女生 都這樣 但我有時候也不是那麼喜歡 聽實話 是不是 對啊 你有沒有這樣子 你有沒有抓過男孩子 說謊 對 就是我知道我也會裝傻耶 你是賴 你是菩薩轉世嗎 不可能 你太正點了喔 怎麼可能 太好的 你會不會翻臉 你抓到以後 求婚 我有沒有翻臉 誰 誰 那倒是不會 誰 說出來 一組 不要 我跟你講 求婚 求婚 你今天不能賣主求容 賣主 對 有本是你說 我們這個節目對不對 你不能求容賣主 這樣子好了... 我們來交換好了 盈盈好不好 不要 你先講孫鵬一個 我再講 問我什麼事 沒有... 好 我可以啦 講我... 沒有 其實今天節目真的很重要 因為每個人手上都握有疤 互相你知道嗎 這個交織的很密集 對 很密集 可是你還是要講誰 誰 我不能再得罪人了 對 小燦 知不知道是誰 我不知道啊 那你有沒有對你以前的男朋友 說謊被抓到過 有 真的喔 你還會說謊喔 被抓到啊 被抓到 然後他就半夜就打來說 喂 我想起來那個怎麼... 那一題怎麼樣 怎麼解 對 我就說好 他說那我現在教你 我說好 他說那你現在把它記起來 我說好 他說那你現在去拿筆 我說好 我已經拿了 然後他就開始 就是X加Y加Z等於什麼什麼 然後就講給你講... 講完以後就說好... 他說好 你現在唸一遍 我剛剛講的給你聽 傻眼 因為我都... 而且我... 而且我有... 他跟我講去拿筆的時候 我還知道說要姿勢十秒 那個拿筆的時間 還叫... 好 我拿了 然後寫 好... 好... 好 我就是這一種 就是因為太懶了 後來被抓到怎麼辦 嚇醒了 我真的想... 他叫我唸一遍的時候 我立刻... 什麼 然後他就說你唸一遍給我聽 就...就停住了 就被...真的是被臭 腦筋動得很快 男生吵架都會吵輸 這個是真的 輸 我永遠吵不過你... 輸 因為你再怎麼有理 你到最後他哭了你就... 你就投降了嘛 你好好喔 對不對 而且女孩子太會講 真的嗎 因為我們氣是會氣到講不出話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也會這樣 對不對 我是這一種耶 對啊 氣到講不出話 然後女孩子很厲害 跟你講 你就是昨天怎麼樣 然後後天怎麼樣 你前幾天怎麼樣... 一直講 你在旁邊說 你... 我...你... 而且女孩子好像 這個話題講不過 她要轉一個來講一... 各種 對不對 最後就是調以前的事情 對... 這節目是不是一直在批評女生的啊 沒有... 生氣了吧 那你覺得 你還不是一樣 你也覺得男生 你跟他們吵不過 對 我們也覺得 我覺得我啦 因為我如果碰到 真的很喜歡的人的時候 我就會...就會口氣 好險我沒跟你在一起 不然兩個吵架是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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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小時 你... 兩個小時 你吵架會不會翻舊長 不會 你... 你... 你真的是... 完美吧 太厲害了 我也不會 可是心裡... 心裡會 心裡會想到 對 可是不會講出來 因為知道說沒有用 而且講出來太... 對...我覺得... 對... 炒冷飯跟翻舊長真的... 對 我覺得那個是太沒有品 而且翻舊長喔 會傷害到感情 對... 一點一滴就傷害掉沒有 對... 我覺得所有的女人啊 你們如果要翻舊長 那當時你就不要原諒那個男的 不要原諒以後 再回頭來翻舊長 小燦在跟誰講 你就明講好了 你就明講 我們對著電視機 很多年輕的女生們 過去的女友們 過去的女友們